字幕提供 各位庆眾大家好 我是大王 不要以為現在有我的名字 就在做大南下的節目 其實大家在聽的這個節目是一個新的節目 不如鼓掌聲吧 為什麼有其他掌聲呢 因為這個節目不是只有我一個 還有另外兩位新將主持 很歡迎我Youth Power的兩位主持 一起來開心一起玩 或者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這位仁兄叫什麼名字 你好,我叫比達 Hello,我叫健智 你們兩個的名字挺有趣的 你們是不是日本人 隔天講中文為什麼 我們是看日本漫畫大的 沒錯,日本是動畫大的 這個節目就是由我,大王和比達 還有健智 就叫做老領3D 好free 在講名字之前 或者我們先多謝了 Youth Power 讓我們在這裡延伸 亦都跟大家聊聊天 沒錯 我Youth Power都很開心 有一個新節目 有其他主持人一起玩 不如我們就 大王的陰謀也都新延到另一個節目 我的陰謀 我什麼時候忘記鄭梓誠 你一向都有陰謀 不過你的屁股生在頭上容易見到 你搞錯了 我知道所以被人說像大王 因為次按隔轉 所以叫大王 不是宇宙大王嗎 那個不是 那個是宇宙界王 這個大王,OK 但是你也是宇宙大王 所以宇宙界王這個答案其實你可以用的 你是隨便拿去用就可以 不是我們沒有你的身體特徵那麼像 不用了,你也可以用 其實你很像 你不要以為隔著沒有片出 你先說一下節目的名字吧 在這裡吵架了 關了咪才開拖 好,現在我們就這樣 宇宙界王 不不不不 比達 不好意思 我的節目叫做老領3D 那老領兩個字呢 其實是怎樣的 其實可以說是我們的出身 一個地方名字 其實想想一下今年2012年 我們三個都認識了13年 其實老領是我們讀書的地方 是的,我們三個主持 那是書院 都認識了十多年 這間書院其實很出名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有1.0和2.0 總之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想說一下學校什麼 純粹是我們 這不是校園節目的老友 純粹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名字 或者一些特徵方面 大家可以上Google搜尋一下 在觀塘區 有一個零 哇,你說得這麼厲害 1.0和2.0 很容易中 有些檸檬東西 總之是零 我們是誰來 就誰用來中 那3D的字呢 我說這個節目 連影片都沒有 怎樣3D化 你升到3D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3D就是因為我們三個人 不同背景 我們看的東西 角度不同 多元化一點 三個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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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 其實不是這樣的 各位聽眾 不如我講真正的原因出來 他剛才很 你看看 多麼偉膽的原因 張約 就說什麼叫做3D 其實告訴大家 純粹是我們三個人 一晚在吃飯 接著他們兩個看完套戲 就是特警判官 3D 我們的正義就這樣作水 我們要為社會做一些正義的 你先收一收起來 最主要的就是 我現在純粹想不到一個名字 叫做老齡 然後後面叫什麼 那就3D了 其實跟開咪差不多 跟主人翁一樣 又是威又可以戴著頭盔 看不到樣子 這些是商業考慮而已 不要這樣說 那件影其實 免得影響工作 他現在多厲害 可以那個男主角 常常不出樣子 很厲害 他只是說一句 judgment is now 那我們這個節目 需要什麼judgment is now 其實我們常常都是judge人的 都可以這樣說的 我們應該這樣說 我們的方向就是這樣 不要這樣說 我們都是年輕人 我們經常都被人judge 其實我覺得都是雙向 我們的網台叫做 Youth Power 我們今集就嘗試討論一下 我的節目主持就擺明 都是年輕人 當然是年輕人發聲 但是我這個節目 跟大男孩不窮在 就是這個節目 有時候可能嚴肅一點 不是外星人那方面 可能偶爾會嚴肅一點 沒有那麼稀笑 就可能會正經一點 討論一些問題 或者有時候是想為年輕人發聲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點點激進 我們也會有這樣的路線 或者你輕鬆 還有言語會暴力一點 最簡單的一個界勤 就是我這個節目邪惡一點 戴岩鞋就想為乖一點 雖然我們三個主持都經常搞鬼 一邊就搞鬼一點 一邊就邪惡一點 那我就考慮 下午一日 我最希望就是我們兩邊節目 五位主持可以一起去找一些搞作 邪惡也是因為大王的陰謀 擴散到另一個節目裡 我也可以的 我們也是跟大王搵食而已 放心吧 沒理會的 邪惡核心 邪惡俗心 我不成事做不到節目 俗心通常只有一個人做老友 俗心是三個 三名俗撐著 現在是二次大戰 不要說歷史 我們三個主持 剛才說過我的背景 其實我這個節目就說嚴肅一點 想分享一些實用的經驗 或者實用知識 或者跟大家分析一些社會 少許社會的事情 不要那麼多 最主要就是因為大家 雖然說年輕人來自背景 外窮的學校 雖然說我們選科不同 工作 工種都不同 或者甚至乎升學的老 其實興趣都不同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跟年輕人說 其實大王最近有沒有看報紙 最近都很抨擊很多年輕人 最近都 其實有 你說抨擊年輕人 我相信不是第一天的事 都不外乎是那幾樣東西 都是那幾份報紙的 其實我更加堅持一件事 就不僅是說這一代人突然之間 就是上一代人要攻擊我的 是每一代人都要攻擊下一個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呢 其實是近這幾年的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多的 沒有那麼多 我不相信 為什麼這麼說 你最近幾年才看報紙 你先走開 我先瞄準你的聲音 他最近幾年才離地球 對呀 宇宙界王是比達 比達是外星來的 宇宙界王是大王 最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我說不相信呢 我相信你爺爺總有罵過你的 你這個年輕人不熬苦的 但是你爺爺可能會罵你 你爺爺可能會罵你爺爺 你爺爺可能會罵你爺爺 你爺爺不發覺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一代那一代嗎 那幸好我慶幸家人家就沒有語言播 我也沒有這些 不過我聽到我的朋友 他們也有 不過他們不是給家人 可能是出來工作 好像經常都被人看不起 被人看不起 那件事 可能因為他的上司經常都看報紙 或者都好像大王你所說 已經標籤了 這些80頭90頭 就是帶著偏見去看他們的工作 都是不熬的 所以其實他都經常覺得 好像我出來工作 都沒有什麼成績 這麼努力做有沒有人認同 其實都會很沮喪的 其實都 其實我覺得80、90後這個字 很神奇的 其實我覺得跟你歧視一個黑人很分別 其實應該是中性的 其實應該是中性的 話說是中性的 現在完全是利用了 之前不是叫Gen Y、Gen X 其實那個時候是 現在要設定 其實那個時候是有點不同的 他是按歷史背景去分 或者是戰後嬰兒朝 有一個Gen 然後Gen Y、Gen X 還有跟經濟學某幾個理論 都是直接寫上關係的 其實這個是用來分析很大的群人 但是現在80、90 雖然你說 81年至80至89 都很大的群人 但是現在似乎 別人又不是用歷史背景去分 可以純粹用年齡 以及你的人生經驗 去判斷你 當成為一個社會現象 以偏概全的社會現象 但是最好笑的就是 80至90後 其實只是形容香港人 你舉個例子 其他外國人 又是80至90後 他又不會這樣形容別人的 這樣也是 你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就是賴賴賴賴賴賴賴到文化差異 其實我覺得是分化我們香港人 不如這麼說 大家究竟80後90後 已經貼了這張 label 我們當然是80 貼了80後 又怎麼看呢 你說80元就說 真的 我覺得其實 這個詞就是中性的 人們曲解了這件事 也慢慢慢慢去 兩極化了 我覺得其實他們標籤80後 90後 就僅如免費午餐的 他們只是會吃免費free lunch 不懂付出 最喜歡就是 只是攤大手掌 是的 就好像說 畢業大學畢業 最好有兩萬元一個月 不用做 謝謝謝謝 那就過日神了 其實不是很 剛才你們說 你有些朋友出來做事 上一代看不起他 就好像見你是 8年出生 你肯定不放好東西 你肯定就是 要出來吃free lunch 就好像將free lunch 這件事 80、90這個字 就變得更好 老實說 我也想吃free lunch 真的 沒可能的 對 我想吃但我覺得是沒可能的 就我們過往的工作經驗來看 我們收人一元 其實我們要做五元的 沒錯 起碼 正常我想要吃free lunch 我也要找大王請我 還好叫公司請我 公司 請了你就算是這樣的 就算公司有飯堂 也不是免費請你 你也要做事 你是傻的 你們兩個還好說 欠我的飯錢還沒給 不會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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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過我給的大王 你很厲害 你請過你上來的 我真的中了計 你自己沒有陰謀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其實我也要為他們平反一下 其實很多年輕人都有自己目標的 其實因為香港其實那個行業很狹窄的 很多年輕人都想做一些創意工業 但是香港其實政府都說鼓勵 但是其實到頭來其實又要自己創業 其實我覺得是很辛苦的 還有有兩樣東西 有些你說不肯努力的那些沒得說 那你說有些很努力的嘗試去不斷進修 但是奈何他讀的東西出來呢 你不是到處都承認 他讀了就等於沒讀 但其實他明明是認識那樣東西的 哇 你兩個講的越來越過範疇 你首先講到一些文化背景 就是說就是我提出 好像上一代永遠是在下一代不順眼的 不是全部上一代都是這樣的 那我就說其中 我剛才概述一個問題 剛才一個就這麼說 第二個就說教育問題也說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 但是其實就 就是更加顯露了這個世界 其實是多不公平的 但是很多大部分的人 其實他都不會想這些問題 都覺得年輕人就是一個是獨層 他們是由手好走 就算給錢他們都不肯進修的 是社會副價值 我現在提出一個框架出來 我們不如集中一下說 我上一代人怎麼看我這個人 講一下你們工作也好 你們生活也好 其實上一代怎麼看我這個年輕人呢 你有沒有什麼很生氣 很想說出來的評判 其實都不外乎是那幾件事 如果我簡單來說 其實就 稍後給你補充 就是他們上一代的上司 可能他們都會認為一些新入獄的事情 你拍不拍的 會不會講完之後是上司 就聽了節目 接著是你這件事 我希望他 沒有收成率就沒有所謂 他有聽就沒有所謂 我回去懸崖一下 謝謝你 指教一下 我不會開名字 只不過說他們認為新入獄的同事 不珍惜機會 他們說公司給你機會 但是你不要把握 他們經常會有這樣的想法 而且又不能捱 但是我覺得其實呢 他們是 雙向的有些事情 年輕人就覺得 我做了 但是你沒有看而已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溝通性的問題 其實你剛才說的捱吉那個問題 有時候很有趣 上一代人 可能上司的事情 那時候他們做過的事情 你一定要跟隨他們做的 但是有些事情 他們漸漸都會變的 對 但是他們的漸漸是不斷推高了 那天他們做過的事情 我講他們做了100分回來 他就要你做150 他才會覺得是OK的 你做回差不多的事情 他覺得你不行的 是啊 那其實不算是進步 那已經好像是 不斷地跟他加東西 其實你要想起 就是他那個年代 跟我們那個年代 大家其實面對的困難也不同 很簡單的說 我舉個例子 現在好像根本是你的廚藝老師 叫你煮飯 他說他學廚當年 他煮三重一湯 現在他煮狗戒鬼 你覺不覺有這件事情發生 我現在還要一碟碟都分子了你 是啊 分子了你 你覺不覺有這件事情存在你 我覺得會有 其實是有的 就是他現在很老實 我們平時這樣 都是那句 他收得你 就是他給你一元 你還要貢獻五元的東西 其實不止五元 要十元 有這樣的機會 簡單一點講 可能我以前做兼職的 某一間服裝店 叫你做OT OT沒問題 中文服裝店 中文服裝店 其實是很大的 不用嚇開了名字 冷靜一點 他就是OT 你叫個加班 沒所謂 我也是斷鐘計 他竟然好死到你到五十九分鐘 你好死到五十九分鐘 好不要寫正 我說為什麼 那就可以省一小時的錢 這樣也可以嗎 你應該多少錢 我一家女神奇作 他不是說你省一小時的錢 公司省一小時的錢 公司省一小時的錢 然後他會這樣說 其實公司給你多一個小時的機會 你學習 你應該好好珍惜 他開口說這句 是呀我真是趨漲 他那個真狂的說 給你那一小時學習 你很珍惜 不如我講 其實現在還兩極化了一件事 是更加陰森更加恐怖 我跟你說 不如我跟他說 其實你公司應該多謝我 我多給你一個小時的時間 幫你工作 其實實際上就是這樣 他反過來美化了一件事 大哥你也不用這麼壞 有時候我覺得 很多年前 起碼四五年前已經開始 現在還壞 現在他可能叫你 本來你的時間是11點 他夠膽叫你做到11點五十幾分 走去打卡 然後可能繼續做 做到12點八才放你 省了錢之餘 你還多給他 打卡這件事 我覺得很神奇 有又死 沒有又死 打卡 你說好像比亞那個說法 你打卡 就叫你打完卡 就繼續去做 其實是講誠信 如果你這樣跟騙過卡中 其實你打卡 騙過卡中 你就打又死 那不打又死是什麼 我說另一件事 不是亂射 有些工作 現在很不用下時間 你說地盤嗎 不止有很多工作 他們未必要打卡這樣去做 純粹說 可能講一個時間很飄忽 但是時間 你還沒搞幾 就繼續做下去 或者你的時間又叫你做 最重要就是沒有記錄 其實我換個角度說 不要說一定是很負面 有時候可能說 你多一點時間付出 我覺得OK 但是其實付出 你付出同時都要吸收東西 你學到東西是OK的 但是如果說拿過的人 拿乾拿盡 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正所謂 用到你盡呢 其實我覺得因為 這些只是一個信任而已 就是大家都不相信大家 才會不停地挑戰大家而已 我覺得是因為那些上司 都很大部分 他以前是向上爬的機會大一點嘛 現在年輕人向上爬的機會又少了 還有這麼多負面消息 其實這樣就令到我們年輕人 我感覺好像被人迫害那樣 而且他經常說 捱不得 或者是不抵得想 或者想回到他當年 如果他打卡 可能他們那時候沒有 但是如果那時候他們就說 59分你給我打卡 幫公司省下一個中求OK的錢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想的 我想當時他們的情況 都是挺負面的 可能他們會暴動 分分鐘 我可能想像 剛才阿健志 你以前的上司 是老闆那些 我覺得他們 就算當年被人叫他59分 打卡 就省下一個中求錢 他們應該又不會笑著說 厲害啊 公司給他多了一個中求 現在其實你這樣說 是他們 經過社會的洗禮之後 他們是考納了更多的名目 去代表公司找你品 以前是直接的 找你品 以前是明找你品就是找你品 如果他還考納了這個名目 將壞事變成了一件非常正面的事 其實你覺得 年輕人大家經常說 遇到那樣東西 又說被人評擊 又說被人不喊吉 不耐喊 其實 如果我現在遇到這種情況 好像是死局 好像沒有解釋 但是沒有辦法 香港是很畸形的 你永遠有很多問題 都解決不了 其實你香港 你可以看回你平時 很多國際的地方 不如這樣說 剛才阿健治有分享的經歷 阿比達呢 你有沒有什麼經歷 可以分享一下 比達做過 我也做過很多行 你有沒有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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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好情況 其實絕對有 好像我剛剛講 卡中那件事 其實已經是非常沒有誠信的做法 很多公司 另外如果你繼續問 你說會不會有其他關於上司 對你特別或者個人有意見 其實每一樣都有 有沒有一些實際的例子說一下 不要那麼空泛 不要那麼空泛 你會不會很簡單 回到小學 你去小間舉手 可能你的崗位是要有人 這些是非常正常的 即是真的去開類似 不,他會用一些 好像老師去射你那些口吻 這樣說 為什麼你每個人都去洗手間 或者你為什麼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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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一個報告很有趣 有一個人做的工作 可能是類似公司的 那種 不一定要坐在座位 那個人是很激烈的 上網開了報告說 我不敢舉手去廁所 我怕被人罵 但我怕旁肛炎 那怎麼辦呢 這個報告我真的有經驗 那就用尿兜了 但是他不能說喝少一點水 因為他有這麼多說的工作 工種 用尿兜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人不讓他去 又說你經常去 那就好笑 但是你不能不去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是 扭曲了一個人性 我只看到那個項目 那又沒有說他上司 可能其實人是他害怕的 那個情況可能又跟他比較不一樣 但我純粹看到那個人很好笑 我跟你的說話有些事情更好笑 其實你之前說夾我的那個人 也是80後來的 蛤? 可能他的性格就是有這種特質 而上一代又看中了他 他覺得很厲害 他真的幫公司賺到盡 但是其實有一點事情 你也要別人服你才行 就是說真的管理層的位置 我們這裡有三個人 有兩個人都在擔當著 我覺得其實是一件事情 他們除了說年輕人又不能熬 又不能想 他就會 你反駁他 他就會說 嘿 這些語文能力 中英文又不是說得好 嘿 我給你們機會都不行 他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看報紙也有說 又不停的 很大字標題又說 中國人應該懂中文 香港人竟然 語文水平越來越低 唉 又不要賴到這麼時事 或者這麼說 我們好像說 我們都 我和你 我和健治 我們都牽涉了很多的行業 其實為什麼經常都會公轉公呢 其實不是我們想 而我也想說從一而終 大家都是一個非常有責任心的人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就像你明知之前那份工 做下去是一條死路 又沒有出路 或者可能接下來很多年 你都不會熬下去 有一些很高層次 或者叫做好一點的變化 更加不要說什麼成就感 養妻活兒 其實今天我原本 想說說一下大家的經歷 或者做什麼工作 然後我打算分享 少少工作經歷 怨氣大了多少 但是想不到 一說青少年工作 大家的怨氣馬上爆出來 我覺得因為社會 其實是不停的壓迫年輕人 就是在老闆所謂在給你機會 你忍著你的同事 你又何嘗 其實我覺得OK 我覺得我Youth Power 就需要那些年輕人發聲的節目 我平時又分享很多資訊 但是這次可以 其實我昨天可以找其他朋友 做其他行業的人上來 一起搶一下他們 那些行業有什麼 不開心 開心又急 無論是基層也好 管理層也好 總之可以由年輕人去建立那個行業 因為有時候那個行業可能是說 原來這行業 經營的一盤生意的朋友 有時候可能說 很簡單一件事 就可以說 一個年輕人去建立行業 原來行業頂頂的那幫人看 或者現在的大眾說的東西 有什麼不同的 就好像剛才大家說 大家覺得年輕人要多學一些東西 所以就說 我代表公司給那個中級去學習 其實年輕人的那個建立很簡單 你脫上我一個小時 當然我不敢評論 哪一邊OK 哪一邊OK 那你說我就緩衝一下 大家兩邊的怨氣 就可以講一件事 就是大家的啟發不同 相信就挺有火花的 那OK 想不想開頭我們的節目 就可以這麼有火花了 那不如這樣 我們就考一考 跟著我的第二部份回來 和大家講其他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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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